欢迎收看热门影视今天的精彩内容 让我当这个商会的会长 我贬为其难 硬撑下来 但是我定下了一条规矩 谁要是违反了这规矩 人人皆可诛之 规矩就是 宁可战死 绝不做王国奴 对于汉奸走狗 就是要杀无上 大错 你这是找死 你看看 这就是一名汉奸的下场 打开 快点 大公 谭祖国 这可是你 自虚死路 大公 只要此得其所 此有何惧 你想让我诛咒为虐 屈服于你们 你这是痴人说梦 我会想让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今天用大哥的雕刀 让日本人付出血的代价 九楼贵 九楼贵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杀我的九楼贵 为什么要 你 你 救命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杀我的酒楼柜 我的酒楼柜 酒楼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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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谁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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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出来 怎么会是你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不要杀我 想你放过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杀汉清大哥的时候 并没有丝毫的忧愈 难道你就是那个神秘刀客 恭喜你答对了 你 来 喂 不好了 科长 静言被杀了 什么 好 好 科长 全部都是以刀毙命 而且凶手用的是刁刀 是我让他们不要挪动尸体 免得破坏现场 是那个神秘刀客杀了静言 是的 但这次他的目标是冲您来的 你以后要多加小心 触住我来 这次的刀客有奇怪 还用来全是唐家的雕刀 神秘刀客 我一定要把它碎尸万段 最近有没有碰到什么眼生的人啊 眼生的 这个倒真没见过 把罩子给我放亮了 碰到眼生的 第一时间通知我 听见没有 好好好 这个眼熟的 要不要通知你啊 我 眼熟的 你探探通知我干什么 不是 我刚才看见一女的 好像是唐家二小姐 唐汉才 哪儿呢 好像就是那个女的 是 是啊 大哥 那儿呢 追 站住 站住 快点儿 别跑 死人哪 反动追 是 臭丫头她敢反抗 就给我开枪 你们俩去那边 你们俩去那边 是 走 站住 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还敢回上海 我还没想到 你可以这么狡猾呢 这是我的本事 现在枪在我手里 你还能怎么样 你这种人 早就应该死了 可是你没有这种能耐 现在我就送你和你的 死鬼老爹团聚 不过你长得这么漂亮 又这么年轻 死了还真是可惜了 你要是现在不扣动扳机 你会后悔的 你想死这么快吗 没那么容易 幸好你及时赶到 你刚才表现得很镇定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走吧 你们确定看到唐汉彩了吗 是 确实是唐汉彩 没错 但是袭击我们的另有其人 这么说唐汉彩 是和那个神秘刀客 绞在了一起 从伤口来看 应该跟刺杀荆野的是同一个人 虽然凶器不同 可手法是一样的 看来唐汉彩 是带着神秘刀客 找我复仇的 荆野跟李大嘴 都跟汉青和唐老爷的死有关 从这点来看 很有可能 那也要看看 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杀了我 丁处长 马上调集所有人员 进驻租界 一定要把唐汉彩给我找出来 是 找到唐汉彩 不仅能找出神秘刀客 还能查出他们背后的人 到底是谁 想到谁 找到个王子 有些东西 你还要找到 他在不见哪里 你也要找到 乱充 有些东西 你还要找到 对 有些东西 可以 谁 别动 把手追起来 把刀放下 慢慢转个身 张队长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这儿 找死 我怎么在这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怎么去了这么久 我去巡视了一下特高克的警备情况 怎么 你对特高克的安全还不放心 当探长闹时间久了 习惯了 太过小心就是胆怯 丁处长那边有消息了吗 他这个人老奸巨华 特高克的人没到 他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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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你竟然敢背叛我 我之前跟你说过 如果我是你 是不会留一个隐患在自己身边的 你竟然敢在特高克对我设服 因为只有在特高克 你才会完全放松警惕 这也要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不是信任 是你的行为蒙蔽了我 说 你在外面的同伙是谁 是你 你就是那个神秘刀客 应该是我们 在这儿扶击你 是他出的主意 因为他更迫切地想杀了你 为他家人报仇 家人 夏家炎是我的父亲 唐祖光是我的师父 唐汉卿是我的大哥 你翻向的累累血宅 今天一起逃回 是 原来如此 但你们别忘了 这里是特高克 离宪兵队只有一步之遥 只要枪声一响 军队马上就会挡过来 我就是搭上这条性命 也不会让你们逃走 这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 你们还会说 可爱 你下令血细下公关 逼死张夫人 害死我师父和大哥的时候 你就应该会想到有今天 我承认 我承认是我输了 仔细搜 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线索 是 快追 别让他们逃了 快 快追 在那边 快 快下车 快追 处长 处长 看这个 处长 什么事 你们两个留下 其他人跟我走 是 是 走 这 小子 有 不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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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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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哥哥 到这边 现在特高克已经乱作异团 真几处也成了惊弓之鸟 他们很难有什么作为了 好个掌鲲 好个神秘刀客 据特高克的报告 梅谷子是在很绝望的情况下死去的 追击张昆的人失去了他们的踪迹 他们都逃了 通知特高克和真几处的人员 全力寻找张昆和神秘刀客的下落 可是大宋阁下 您现在已经不再负责上海的治安 十道 这两个人不除掉 大人们帝国的威严何在 帝国军人的荣誉何在 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小夏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你为了取得梅谷子的信任 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也正是由于他的狂妄自大 才给了我们可乘之机 当初你说 要在特高克刺杀梅谷子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到 可后来我一想 也只有在特高克里 他才能完全放松警惕 没错 南少计划是不是应该向丁处长 汇报情况了 走 丁处长 是我 长坤 你怎么敢给我打电话 怎么说你我也算共事一场吗 我离开真机处了 如果不跟您打招呼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长坤 你这次可是把我给害擦呢 知道吗 日本人肯定会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 所以我在给您打电话呢 我觉得我有一个办法 能够帮您解围 什么办法 今天你在搜查的时候 搜到了一些文件 只要你把这个文件交给景川 景川一定不会为难你 我向你保证 保证 还是算了吧 咱俩时间就到此为止吧 我不会帮你做这件事情 丁处长 你最好按我说的做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把你我共事的事情 告诉日本人 那日本人会对你怎么处置 张坤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怎么敢威胁您呢 我是在帮您 再说了 您之前不也是说过 总有一天不想给日本人干了吗 您现在这么做 也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是不是我只要答应你 把东西交给景川 其他事情我就不用做了 没错 但这文件最好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交给景川 不能走也不能晚 为什么 丁处长 这凡事啊都要讲究个时机 这个您比我清楚 好 我答应你 他答应了 丁处长是个聪明人 会不会有人真听电话 这个时候特高克肯定乱做一团 不会有人去真听什么 丁处长电话的 这物理电话 跟马路上的公用电话 用的是一条线路 即使被真听 也查不到这里 果然想得周到 又这样结实了 庚哥 兄弟们这寻补房的差事 都不想干了 想跟你一块打鬼子去 你们的家人都在上海 如果你们走了 他们怎么办 再说了 这几次事情能够成功 你们帮了很大的忙 这以后啊 我们要来上海办事 少不了要麻烦你们 那好 到时候又要有事 您知一事 兄弟们义不容辞